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究竟什么是值得呢 你生命当中的值得又是哪些呢 我们一起听听主创怎么说吧 什么是值得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曾在各种生活情境中 无数次的思考过 但曾有那么一批人 未曾考虑过这个问题 便为我们付出了一切 他们就是无数为国献身的先烈嘛 今年7月 天使同声合唱团 联手中国青年报 推出了自己的原创曲目 值得带领我们一起回望过去 走进那段儒歌的岁月 歌曲已经发布 便收获许多好评 更有不少网友纷纷留言 写下自己的感悟与思考 这是我近几年来写的 非常诚恳的一首歌 就这首歌 它是一个让人感触的歌 而不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歌 就是我们不强行煽情 它通过一首歌的时间 给我们放大了一个 长达一百多年的一个历史进程 维持这些子女 也在可能他们都 又过了很多年 它才会体现出来 所以这首歌给大家 提供这样一种感触和维度 那这首歌其实 已经是构思了很久 可能是在五六年之前 就曾经想要过 写这样一个作品 我们想传达给大家的 可能更多的是 希望大家能够 在自己努力奔跑的过程当中 能够有更多的自趋力 能够更相信自己 能够更相信结果 至于最终 我们是否能够达到 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结果 其实并不重要 伴随着这只手值得 你是否也有了新的思考 不妨前往央视频 搜索加入我们的央友圈 和其他网友一起 写下你的感受 更多热门佳作 尽在超音速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起天大圣 属于我们中国的国产3A游戏 黑神话 悟空终于来了 这部以西游记为背景的游戏剧作 不仅在视觉呈现上 展现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准 而且通过现代科技手段 传播着中国传统文化 游戏中 大量中国古建筑的高度还原 也引发了全网热议 当中国古迹预见3A游戏 不仅能在游戏体验上 碳撞出激烈火花 更能跟着悟空有古剑 感受中国古建筑文化的神秘悠久 作为一部国产的原创游戏剧作 黑神话 悟空成为了中国游戏业的里程碑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到国产游戏市场发展 这是一个奇幻又美丽的世界 也是一个疯狂又怪异的梦境 爱丽丝梦游仙境 作为经典儿童文学作品 畅销全世界100多年 如今 这一世界经典 被再度搬上了音乐剧的舞台 早在去年 绘本音乐剧《爱丽丝梦游仙境》 就先后前往了北京 西安 天津等地开启了首轮巡演 受到多年龄段观众的一致好评 上周末 这部剧在西安产霸宝丽大剧院 再次上演 拉开了它第二轮巡演的序幕 它是一个西方经典的一个剧幕 从准备到创牌开始的话 我觉得到今天为止 应该是将近三年的时间 其实对于梦的这个东西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我们有我们的庄周梦迭 跟爱丽丝的这个梦也是一样的 对就是现实和梦境 我们如何去让它变得有意义 爱丽丝梦游仙境 你为什么要梦游 你游了这一段的 你去享受了一段什么样的人生旅途 在这个旅途之后 你成长的是什么 你周边的人都成长了什么 所以这个剧 首先要传达列给观众的 就是两个字成长 这一部剧通过爱丽丝的冒险 去展现了放大自己的想象的 一个观点 然后勇敢地去追逐 自己想象中的自己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 爱丽丝在《冒险前》里面 所见到的这些人物 其实都是她自己性格的一部分 只不过是她还没有发现的那一部分 令人惊喜的是 这部剧的音乐总监 是由著名作曲家赵玲担任 在她的指导下 演出中创新增加了 电声乐队的现场伴奏 让乐队成员与一众演员 一同化身音乐剧中的角色 完美融入舞台 极大的增加了音乐表现力 让观众们的观剧体验 沉浸感十足 这个剧其实已经演了两轮了 在第一轮的结束以后 根据观众的意见 我们又进行了一次梳理 做了一年的准备 今年又开始做第二轮的巡演 这个剧可以说 从音乐的风格上来说 其实有很多的风格 有爵士风格 有拉丁风格 还有流行的风格 这些风格在一起 其实是形成一个 我觉得是像群像式的一个剧 所以其实我们希望每一个唱段 观众的接受度要非常高 所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要求每一个唱段 都能够让大家有记忆点 每一个人物都有他自己的鲜明的音乐特点 就是本身音乐的个性和亲密性 所以在这个剧 我们看起来音乐又很丰富 但是呢就不累 看起来会是这样 快当不惊的风帽子 神气活现的笑脸猫 脾气暴力的红桃皇后 随着一个个经典形象 依次亮相 其境遇的共识也层存深入地展开 而一个个年轻音乐剧演员 兼具清真活力与清活力的 精彩演绎 也打破了台上台下的次元壁 引领观众同步见证 与感悟着爱丽丝的每一次成长与褪变 吓我一跳 这是我第一次演艺乐剧 扮演的是一只可爱又可恨的兔子 开始排练的时候 我是一直在说普通话 后来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呢 尝试了几次说东北话 演员朋友们然后包括导演组 反响还不错 希望我自己这种表演方式的 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这个剧呢叫绘本式音乐剧 每一幕都像翻故事书一样 一页一页地讲故事 所以我们的舞台啊 从道具啊 舞美啊 服装啊 都是像展现了一个画本一样的一个概念 孩子们呢在这个看的过程中 首先他在就是审美上不会疲劳 最起码他在剧场 坐这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他是能坐得住的 他觉得呀 好好玩 好好听 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些目的 可能经过我们这样的一点点的努力吧 未来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绘本音乐剧《爱丽丝梦游仙境》 本次的第二轮巡演将持续至八月底 之后还将解锁更多城市及场次 但兴趣的朋友们记得锁定超音速 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 与爱丽丝的精彩相遇 今天的超音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小商一定要提醒大家快快登录央视频 点击样子圈 搜索我们的栏目名称叫什么 超音速 没错 然后就可以开始进行评论与互动了 好了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